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100个句子 记完7000个雅思词汇的视频课长 我是主讲孟老师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句子是哪一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句话来自于剑桥雅思8 我们一起来先读一下这句话 好那么这句话需要注意 第一个 什么词性 大家来看这是什么词性 是一个名词 叫做重视 观众 关注 为什么不受重视 因为是smell smell是什么 第二单词 smell 作为动词的话 是闻 闻一下 作为名词呢 叫做气味 气味 还有时候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嗅觉 smell is how it does in comparison 名词 叫做对比比较 跟谁比较呢 is important 重要性 among animals 我们认识 这就是动物 跟动物比较 the human sense 这个词很重要 名词 sense sense叫做感官 感官 什么感官呢 smell 嗅觉的这个感官 那么sense of smell 指的就是嗅觉 对吧 就是我们气味的这个感官 is feeble feeble 这个叫什么呢 微弱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叫微弱的 an undeveloped 又是一个形容词 叫未开发的 developed 开发的 developed world developed country 叫做叫做发达国家 就已经开发完的国家 发达国家 那么undeveloped 就是未开发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单词 我们应该去拓展一下 第一个smell 气味 气味的话 我们可以替换成什么 替换成sense 也表示气味 sense 还可以等于 auto auto 这个也表示气味 那么后面这个fragrant fragrant 这也是气味 这个什么气味呢 一般指的是芳香的 芳香的气味 这个形容词 fragrant 芳香的 那么regard 作为关注重视 它的一个拓展 regardless 形容词 叫不理不睬 不管不顾 在我们考试中 出现过好多次 比如说 regardless of something 就是否定了它 就是不理不睬 不管不顾 不需要这个东西 叫regardless of something 就是否定了 后面这个搭配 那它替换的是什么呢 就是等于 do not respond something 就对某事没有反应 对某事没有反应 regardless 等于do not respond 好 下面animal 动物 这个词在我们考试中 太常见了 它会替换的 就是这一组单词 creature 生物 creature 各种动物 花鸟鱼虫 都可以叫creature creature 那么memo 指的就是我们这种 哺乳动物 叫做memo 比如鲸鱼 也是memo 哺乳动物 比如说大猩猩 champanzee 黑猩猩 ape 猩猩猩 它们都是memo 不如动物 organism organism 这个叫做有机体 生命体 任何动物 植物 都可以叫做organism 那么wildlife 老师在上上次 去考雅思的时候 写作 就考到了这个词 wildlife 哎 就是说我们是否 应该去保护 wildlife 叫做野生动物 哎 这个词太重要了 说 一个词 记住 野生动物 那么 Reptile 这是什么呢 指的是像蛇呀 鳄鱼呀 这些爬行动物叫 Reptile 那么这些词在我们考试中 它们都是互相会容易替换 会出现的 我们必须掌握跟动物相关的 那么这个 Feeble 形容词 微弱的 在我们考试中出现过的替换 就是这个词 叫做 Faint 也是表示微弱的 比如说这种感觉 比如说这个信号特别微弱 就用这个单词来形容 Faint 好 那么 Sense 感官这个词 相关的有这几个词 我们需要记住的 第一个 Receptive Receptive就是我们的感觉器官 比如说我们的皮肤 比如说我们的鼻子 我们的嘴 眼睛 这些都可以叫做 Receptive 就是一种感觉器官 那么这些感觉器官 是不是Sensitive 叫做敏 敏感的 敏感的 Sensitive 比如说我们属于Sensitive Skin 比如说老师这个皮肤 虽然很黑很糙 但是不矛盾 它非常Sensitive 比如说这个灯光一照 它就容易变红 容易出油 这些都是Sensitive Skin的 一个征兆 一个特质 对吧 就是Sensitive Skin 敏感肌肤 Sensory这个词叫做感觉的 感知的 Sensory 是它的 是Sense的形容词形式 好 这就是我们需要拓展的词汇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的主干结构 是什么 修饰成本是谁 它的语法结构是怎样的 The reason often given for the low regard in which smell is whole is that 哇 这连续有两个A字 是不是有点看不懂了 怎么回事啊 Reason 后面 Often given for the low regard in which smell is whole 到这儿 这都是从去 在修饰解释 这个reason 什么的原因 就为什么我们通常不重视 嗅觉 不重视气味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Reason is that 是主干成分 后面这是一个表语从去 这是一个表语从去 原因是什么 我们不重视气味这种感觉的原因是什么 in comparison with its importance among animals 这是一个插入语 从语法结构上来看根本不重要 是吧 跟动物来比呢 我们的这个嗅觉呢 真的不是特别重要 The human signs of smell 人类的感官 什么感官呢 什么感官 人类的感官 什么的感官 气味的感官 感官 is feeble 感官是非常微弱的 感官是undeveloped 是不健全 未开发的 好 那么这句话我们看懂了吧 主语reason 动词is 原因是 好 什么原因 为什么人们总是不重视气味的原因 是什么呢 是跟动物相比较 人类对于感觉的器官 是非常微弱的 是未经开发的 好 这句话我们看懂了吧 复习一下 我们这句话中学到了这些单词 第一个 scent smell 和auto 这些都表示什么 我们能够闻到的气味 那么fragrant fragrant 这指的是芳香的 指的是那些芳香的气味 用它来形容fragrant 好 那么faint和feeble 这个表示的是 什么 这个是微弱的 形容什么信号啊 我们的这种感觉 很微弱 comparison 就是compare 的一个名词形式 对比 regard 动词 重视 这是名词 重视 关注 regard 我们在写邮件的时候 经常最后结尾可以写 best regards 叫做最好的质疑问候 best regard 那么regardless of something 叫做不理不睬 不管不顾 这个东西 就是do not respond 它俩意思是一样的 animal creature veld life reptile organism 这些都是什么呢 动物的一个替换形式 动物 这是 creature 生物 veld life 野生动物 爬行动物 这个是有机体 生命体 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讲过的memo memo 叫做 这是哺乳动物 receptor 这个是我们身体中的各种感觉器官 sense 是感官 sensory 是它的形容词 感觉的 感官的 sensitive 又是另外一个形容词 叫做敏感的 敏感的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通过这句话学会的单词 同学们老样子 回去之后 千万千万别忘了 复习 一定要多次重复 才能对抗我们的遗忘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拜拜